一个故事 我这个model他说他没有男朋友 ok 然后这干爹一直接他在一个演出场所 我们regular show在一个disco里面 然后有一天呢 因为我又有包包演出的包包 我们做泳装秀 他们也是有他的包包 我有我的包 我要拿包包给他们 对不对 就是服装啦 泳装 我就不小心拿到我那个model的包包 打开了看有安全套 我就说 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 为什么你有安全套 他就说 他讲不出 我说你讲你没有男朋友 不过我看到你的干爹来接你 就简单的来讲 这个干爹是什么来头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已婚男士他们有些时候就是 很喜欢吃嫩草 尤其是名模啦 美女啊 明星啊 这些等等 这就是他们所要的 是的 那么今天Jeffrey也带来了 旗下的模特儿之一 Andrew Andrew有推动朋友 很心疼你 觉得我们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让你 就在节目上呢 就 就 再挖开那个伤口 再重新回忆起 被人家背叛的那个情况 不过你现在走过来了吗 嗯 应该是走过来 只不过有时你回想一下 还会有点心痛 嗯 肯定嘛 就被欺骗了嘛 就是好几年的事情 好几年 但是我们有朋友就问 假设一段感情里面 或者是一段婚姻里面 出现了背叛的话 请问分手或离婚 是唯一的出路吗 你怎么看呢 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说的话 嗯 我的母亲以前也是经历过这条 很坦克的 如果是她为了孩子 就坚持了下去 那对我来说 我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 受这种苦 也不用 因为我想要有 专注属于我的感情 嗯 我不想跟人家分享什么东西的 嗯 所以如果说她不是完全100%我的 我就 我就让了 所以你不会像郑秀文这样原谅对方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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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作为一个男生 作为一个男性 你觉得呢 我们说人都会 可以加分给你这个人的成长 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精彩之外 一个压力的画面 那么他这么可以学习到 怎么和人和女人之间的接触啊 interaction啊 confidence啊 这些 其实都可以成长 打个比方说 你想给他们接触演艺圈了 不管是model这个行业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media club也不是有什么 陈英豪 李一文都是儿童演员 王范王范 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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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儿童演员出生 都一直在拍 拍到现在就producer了 所以你要想看他们的经验已经拿捏了 所以他长大后 with education 他们全部都发挥的很好 他知道这个行业怎么走 那也要看他适不适合 有没有这个才华 所以如果家人 比如说你是个父母亲 你看到你孩子 你不要逼他去做任何东西 不要逼他说一定要当名 那你要看他的适合是在哪里 他的才艺是在哪里 比如说他整年对着镜头化妆唱歌 或者是看到电视歌手 然后他在那边拿震脉 拿唱歌唱 然后又唱得很好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个安全的舞台 就是说 我刚刚唱得很害 哈哈哈哈 那个战居 好像你所说的 好像media club这些 好像新传媒 同心 他们同心 那个我战居 因为他们所拍的那种角色 是小孩子的角色 好像今天一天早上 我看到 小孩子的角色 对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小孩子 把他们带到9点的那个时候 然后给他们拍一些 传人的那些角色 那我就觉得说 那个是不太适合 如果传人的角色 我本身反对 如果传人的角色 是比如说 卖弄性感的 或者是色情 那个我不赞成 如果他是below 18 那18岁以下 我就不赞成 这样子的话 这也有点类似于 我们知道说 在之前呢 美国的经理学会 曾经发表过一套这个警告 装很多的玩具 现在可以说是性格化 什么芭比娃娃 对 他的服装打扮 包括小孩子的衣服 对 就很性感 几乎是怒胸的 对 这件事情会觉得说 也是一个大趋势吗 所以我觉得孩子看到这些 就是买衣服的时候 会不会根据自己来学 效法 我觉得 当然 父母亲在过程当中 怎能去知道孩子 继续的知道 但是孩子的资讯多了 他以前父母亲买什么穿什么 买着个T恤帽子 但是不是 我要买这样的衣服的时候 是父母亲过程当中 才能教导他 但是以前的父母亲 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 他是现在知道的 所以变成父母亲的责任 就更加重大 因为我们也是有在学校 培训一些就是小学生 那么小学生他们裙子 他们穿那个学校的校服 对他们的裙子是越穿越短 以前我们哪里敢怎么 但是他们自然就说 但是外面人也是这么穿啊 我觉得很好看 路那个脚 很长很好看 所以他们裙子就自己去查 越紧越短 这就是受到影响 以前这时候 你怎么跟他学校 那我就跟他说 那个是他们在外面 去shopping什么 他也穿得